你的十五年或以上的雪櫃 可以用你高達一百五十元一年 是時候擺脫它們了 為了環保 立即參與這個節約能源計劃 請到powerstream.ca 或支電一八七七七九七九四七三 我們幫你免費帶走它 早安 早安 Money, 你的骨頭啪啪啪啪啪的 是, 但不是通常女性才有骨質疏鬆 我希望你沒有 男性也啪啪 平平彭彭彭啪啪啪啪 一開場就啪啪啪 這些叫做骨功 骨功? 骨格正奇 我回答不了你任何問題 因為我絕對不是醫生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 又有陳奉賢醫生上來 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甚麼是骨質疏鬆症 早安 早安 其實不如跟我們簡單地介紹 甚麼是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症就是骨頭不能有效地 承擔體重 而令我們會很容易有骨折 上次我也提過一部份骨質疏鬆症的成因 今天會提多一點 在加拿大如果有骨質疏鬆症 其實也不太容易 其實跟其他國家 不太容易有 因為其實營養方面 其實都是可以說吃那麼少的東西 都可以補充得到 某些國家可能他們完全是無鈣質 可以求收得到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他會佛的那種食品 對 另外譬如說我們可以避免的東西 但經常做的就是生活不正常 吃太多煙 喝太多酒就好 這件事我們可能避免不了 這件事可以避免到所有東西 另外就是遺潛因素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會有骨質疏鬆症的 一般來說 研究指出就是 譬如我們女性的身體 比較細小 其實是會容易有骨質疏鬆症的 所以剛才Ronnie說的 是不是女性才會容易有骨質疏鬆症 這個講解是否正確 會是容易一些 但不代表男性沒有 男性都可以有 只不過女性的比率是多一點 是的 因為其實跟那個 荷爾蒙的轉變是有很大的關係 一更年期之後就開始轉 所以這件事就會影響到 所以女性會容易有 但當然我們可以預防的 所以待會我都會提到 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骨質疏鬆症 那是否多數會在更年期 因為剛才你提到更年期 會不會是真的在更年期之後 或者那段時間才容易發現有骨質疏鬆症 發現就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發現 真的要很細節去檢查的話 其實是要用一個特別的方法 叫Dexa的方法去檢查 那個就會最準確 那如果用X光其實就會比較慢一點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覺得痛才去照X光 才去檢查到 當你看到有的時候 太遲了 其實已經會遲了很久 因為它X光本身照出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了一大部份 那等到你沒有了一大部份 如果有骨質才去補救的話 或者做一些治療的話 我就會覺得是比較遲了 對,沒錯 那明白 另外譬如說有些人吃藥 長期服用藥物 譬如吃類固醇 因為有癌症的緣故 都會影響到骨質滑溜 疏鬆 所以如果有癌症的話 也會令到病人很容易有骨質疏鬆 那它當中有些什麼可以補充 如果它一直吃類固醇的話 是的,這其實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會疤瘋的 有藥,有藥可以吃得到 那其中一個療法 當然我們吃藥 那其實吃藥是一樣我們最… 就是醫生可以給到的方法 那另外吃鈣片 我們知道 那很多時候病人會問 究竟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增加那個骨質呢 那其實幾樣東西合在一起都可以 是,藥拔,鈣片,還有做運動 那一會兒我會看到 怎樣去做運動 為什麼做運動會幫助得到 好的 那如果你說的話 譬如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痛症 是的,有沒有症狀 有沒有症狀 有的,骨質疏鬆症 其實有好幾個症狀 其實最均衡是疼痛 痛最多 譬如說駝背 駝背,身高就變矮 其實骨質有好幾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看圖就知道 譬如說骨質在哪個地方 通常就是腰椎 在盆骨的位置 以及在瘦碗那裡 你留意這幾個地方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負重得最多 腰椎就是負重得最多 腰椎也是負重得最多 而手為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小心 有跌倒的話 一手下去就在那個地方 即力是射在這些位置 所以腸牙會不會有關係呢 那你不是一下子下去 這個就是一個分別 所以譬如說做檢查 做骨密度檢查的時候 通常都會在這些地方做 就是這樣的原因 OK 因為這些位置是最容易受力的 最容易受力的 所以它們骨折的情況 就最容易發生 OK 另外你可能會留意 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那個印象 是 就是說上了年紀 是 腰就會彎下 是 腰會彎下 就是說可能會像駝背 看到了 會見過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印象在裡面 看到有些駝背的跡象 一會兒 這個姿勢 姿勢是其中一件事 OK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上了年紀 你是不是一定要彎腰 是要腰背 其實不是 OK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 以前我們沒有骨質疏鬆症 這樣的病毒 或者是沒有留意這件事 是 當一個人是有骨質疏鬆症的時候 我剛才也說過了 他的腰椎其實很容易有骨折 是 那種的骨折 我們叫做 Compassion fracture OK 你可以想像是 好像快三分節 四四方方 沒有問題 一塊疊一塊就沒有問題 但是你想想 如果快三分節壓扁了的話 就矮了 矮了 就不是說吃四方方 就可能變成梯形了 嗯 一塊疊一塊 再疊一塊 你的腰就彎了 慢慢地 是啊 所以其實你的身高變矮 為什麼腰會駝背 其實就是因為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避免骨質疏鬆症 或者避免骨質流失的時候 其實骨質如果是可以承擔體重 變成身體就不會彎下腰 是否說老縮就是這樣的原因 老就縮了 所以就是這樣的原因 會不會真的這樣 但是可以避免 這件事 所以譬如說現代醫學 其實如果我們留意骨質的話 不代表我們上了一段 一定會彎腰 這件事很特別 這件事要留意一下 不是一定說老了 我就一定會矮一些 或者要彎腰 絕對不是 這件事是可以做的 老了可以保持著 你也都可以 絕對是 就是我不需要再矮腰 我們如何預防化 有什麼療法 預防有幾件事 療法也是 療法剛才也說過 吃藥 家庭醫生會幫到你 吃鈣片 曬太陽 做運動 好 預防的時候 我們要避免的東西 要避免吃一些加工的食物 是 OK 譬如說 腸 羊 裡面有很多防腐劑 這件事就對身體不好 太甜 太鹹的東西都不行 OK 另外 說回剛才是做運動 這件事是很重要 很重要做運動 我會用一個比喻 去解釋這件事 是 我們的骨質如何建立 就像我們砌磚牆一樣 一塊塊砌 OK 砌磚牆我們要幾件事 第一 我們要紅毛 是 沒有紅毛禮 不能組成固定的 第二 我們要磚頭 是 第三 我們要下手組成 是 如果不會有這件事出現 OK 如果是一個紅毛禮的時候 我會稱它為一個 一個療療 一個家庭醫生給你的藥 這個你不能選擇 你一定要用 是 第二 磚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磚 你可以選擇 譬如說 泥磚 就比較差 是 紅磚頭可能就比較好 所以這就是蓋片的分別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你的磚頭 一樣你可以選擇 第三就是砌 砌 砌 我們可以看看下一幅圖 好 OK 我講的是做運動這件事 OK 做運動的一種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身體上有一個叫 Wolf's Law OK Wolf's Law的意思是 當我們做得運動多的時候 OK 其實它可以讓骨質更加有密度 OK 所以越多 增加它的密度 沒錯 所以做運動多的時候 因為它在骨頭有一個 stress 就會令到你的骨質會增加 所以其實做運動是很重要 三樣一定要齊全 有藥物 譯物 譯物 還有做運動 三樣東西不可以留 磚頭等於鈣片 對 小一樣都會留 很清楚 是 磚頭的鈣片 是否下一次會跟我們說 選哪一種鈣片 對 鈣片的服用方法 它們的形式 或者哪一種類 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們 其實真的還有很多問題想問 是的 因為剛才我聽到你說 曬太陽很重要 為什麼曬太陽對骨質疏鬆症 還是有幫助呢 是的 不是有些維他命的太陽 這個問題要等 絕對有的 但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要等下個星期才可以再跟你聊天 今天很感謝你 記住下個星期上來 我們繼續聊 好 謝謝鄭醫生 好 別客氣